父亲节就快到了 以往都会大型举办大型的表扬活动 而今年因应疫情 因此于子乡公所 今年特别改以到宅表扬的方式来进行表扬 今天来颁发于子乡公所 来颁发110年度的于子乡的谋犯父亲的表扬 于子乡总共有13位的受表扬者 今天来到我们黄金石老师 他昨天也是来颁发我们县的模范的表扬 模范父亲 今天是我们于子乡公所来表扬 所以很感谢黄老师黄爸爸 在他的一生的贡献 在我们的教育里面的付出 受表扬的模范父亲黄金石 不但是于子乡东池村的代表 也是代表于子乡的模范父亲 黄先生也表示 能够当选模范父亲相当荣耀 看到子女略有所成 一路走了也相当欣慰 这一次很高兴被推荐为一子乡 110年度模范父亲 能够当选模范父亲是 教养族女略有所成 因为早年生活环境不是很好 我们都是酷苦耐劳 清潜出家 一路走来感觉到也很欣慰 家属也指出 向他感谢乡公所的用心 从小就看着父亲努力 向他感谢父亲对于家庭 无私的奉献 这一次能够透过这个村 乡里面的这个举荐 我爸爸辛苦了一生 我们几个兄弟兄妹们 大家也都是非常感恋在 从小一个不是经济 很优弱的环境下 就是在乡下环境里面 能够有一个认真 学习成长的一个环境 那这一生当中 我觉得真的很感恋 我爸爸这样子的付出 也祝福这一次的 蒙焕父亲表扬 他是我们的典范 也祝福大家 父亲姐快乐 希望透过蒙焕父亲的表扬 除了感谢父亲的辛劳 以及付出外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肯定 王教署议员也祝福 全天下的父亲 父亲姐快乐 记者邱平易 于此采访报导